宇宙是无限的 人类探知求索的欲望也是无穷无尽的 穿越时间和空间 历来是人类的一个愿望 也是许多科幻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能不能回到过去 能不能穿越到未来 科学家们对此有很多种解释 什么是穿越 首先 让我们对穿越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穿越这个词在物理中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名称 叫做时空旅行 也就是时间旅行 分之一个人或一个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改变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 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件事 那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三次元的世界 而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我们可以将时间看成是四次元 也就是说 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四次元的位置 这样我们就能适当地把时间和空间看成坐标系中 两个紧密相连的整体 通俗的说就是数学坐标轴中长宽高的关系 而想要进入到另一个时空 那就是必须先进入到思维世界里 再从思维世界里跳出来 这才能真正地穿梭到另一个时空里去 这才是真正的穿越 那我们要如何进入 又要如何出来呢 科学家们表示 只要合理地使用黑洞和白洞 就能做到这一点 时空裂缝在黑洞中出现 日前 科学家们在一个巨大的黑洞里 找到了一个时空裂缝 这个裂缝可以让黑洞里的时光倒流 也可以让人在宇宙中穿梭 现在看来 这个裂缝是真的存在的 科学家指出 重力会使时间减慢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们 探讨出了一种让时间相对静止的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将时光扭曲成一个时空裂缝 进而时间从比较基础的层面上看 似乎出现了静止 据有关专家介绍 时间透经试验是世界上第一个真实地 创造出时空裂缝的实验 如果实验顺利的话 人们就能从一个时空的裂缝中穿梭过去 黑洞全息凭理论 当科学家们在黑洞里找到时空裂缝的同时 他们还发现了黑洞内部时光的逆流 很多时候 一提到黑洞 大家就会联想到它的神秘 它会将一切都吸入其中 但事实上 它的恐怖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它所蕴含的能量是如此的庞大 以至于它的力量可以扭曲时空 在这股强大的犀利之下 黑洞内部时空都变得混乱起来 根据广义相对论 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 没有人能够观察到黑洞的事件事件 这是由于黑洞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这就是所谓的黑洞全息凭论 尽管从外面看不出什么 但黑洞内部的一切 却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宇宙的发展方向 甚至会影响到未来与科学 著名的科学家曾经指出 在一定程度上 黑洞的全息凭就是强引力长的局域边界 假如这是一个未来的全息凭 那就是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黑洞 假如这是一个过去的全息凭 就会与一个白洞相对应 说到白洞 简而言之 就是一个逆转的黑洞 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被吸入到黑洞中 最终都会从白洞出来 被传送到另一个时空 从而实现穿越白洞与虫洞 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有一次提出了一个理论 那就是 一个黑洞在吸收了一些东西之后 会发出一些光线 把自己的质量气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 黑洞的质量将逐步下降 并加快蒸发 最后形成反探索 形成一个白洞 并持续地向外喷射物质 换句话说 白洞与黑洞完全不同 两者的性质截然相反 黑洞拥有无限的引力 而白洞却拥有无限的斥力 哪怕是一刀射线 打在白洞上 都会被反射回去 连一个粒子都不会被放过 但到现在为止 白洞还没有成为现实 天文学家们只是赋予了 其一个理论意义上的名字 当白洞与黑洞碰到一起 会产生一个叫虫洞的名字 虫洞可以将黑洞与白洞联系起来 并将它们的物质 在两者间进行传输 在黑洞起点处 物质被彻底分解成最基本的威力 随后 这些威力被虫洞传输至白洞 并向外放射 在研究史瓦西解释 首先提出了虫洞这一概念 在对白黑洞进行解析时 通过一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 发现宇宙时空自身可以不是平坦的 而在凹凸不平的宇宙空间中 也就意味着 这个空间中的一部分会与宇宙其他空间的一部分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黑洞 那这个洞也许是个黑洞 也许是个白洞 所以何为虫洞 简而言之 虫洞就是一条很小的空间和时间管道 它把宇宙中的不同时空区域联系在一起 它能够将平行宇宙与婴儿宇宙联系在一起 使时空穿梭成为可能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最新的实验结果表明 负质量可以抵消虫洞所产生的强势场 从而实现对虫洞的能量长长的稳定 科学家们相信 和正物质一样 就像虫洞人们曾经以为 负质量仅仅是在理论上才有的 然而现在 国际上不少实验室都已经正式 负质量确实可以在真实的宇宙中存在 甚至有极少量的负质量被宇宙飞船捕获 对于虫洞的探索 航天专家们表示 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 但其带来的收益 却是不可小觑的 科学家们相信 一旦这项工作取得进展 人们将有必要对自己 在这个宇宙上的作用和地位 进行重新定位 如今 人类困于地球 想要航行到 距离自己最近的恒星系 往往都要花费几百年 这对现在的人类来说 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再相来 如果利用虫洞进行星际旅行 那就可以在一刹那间 跨越很远的距离了 说到这里 可能会有人就会开始联想到时空了 因为白洞和黑洞的本质 是截然相反的 而且它们的时空都是扭曲的 所以从黑洞到白洞 是不是就是一场依附于 虫洞的时空穿梭旅行呢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 太过于异想天开 但是这个荒唐的推测 同样是用于广义相对论 按照其理论 宇宙中的时空 都是一种扭曲而又有弹性的 两个巨大的质量物体 如果在时空中的同一处发生了扭曲 从理论上来说 两者可以互相连接 形成虫洞 试想 如果我们是一只蚂蚁 站在二维的纸链上 想要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 除了要走一条最短的直线之外 我们还可以将纸链对折 在起始点和终点重叠的位置上打个孔 然后我们就可以跳过去了 将以上的设想 放到三维空间 就是虫洞的本来面目和作用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跨越数十万光年 但是以我们现在的技术 根本无法进入到扭曲时空所形成的虫洞 虽说量子力学理论上也有虫洞 但是想要将人类缩小到量子水平 却是不可能的 因为宇宙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的认知能力在一段时间里也是被限制的 而且按照我们目前所知道的理论知识 宇宙一直都在不断地扩大着 而这一点就是爱因斯坦的宇宙大爆炸学说 按照这种学说 宇宙的起源时就是一个起点 而在这个起点爆发之后 宇宙的边缘也因为这股庞大的能量 正在以一种超越光速的速度 不断地向外延伸 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的星体被释放出来 比如我们现在所处的星系 就有数以万亿的星球 而我们的地球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存在罢了 所以想要征服整个宇宙 那是何等的困难 总之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 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冲动和白动存在的东西 不过不用着急 这个世界上没有被完全证实的 还在不断设想的理论还有很多 比如人们逐渐认识到应该存在着多个空间 在这无穷大的世界里有无穷多的你 无穷多的我 在时空中两个点的碰撞是一条直线 你现在所处的地方和你要去的地方是重合的地方 所以人工黑洞好像也是可以被考虑的 尽管这一行动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 甚至还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发生 但是这确实可以成为一个设想 事实上就像人工黑洞 如果它的数学模型是合理的 那就说明它是有可能存在的 只是需要我们在时间长头中不断去认真探索发现罢了 人类的求知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只要我们肯付出时间与精力 相信若干年之后 我们一定可以实现穿越时空这一伟大超越 到那时 我相信我们进行时空旅行时 就可以像坐电梯一样极其方便 穿越时空将变得易如反掌